神父所驱魔界的老油条 今天是降妖除魔的好日子 然而他一开门 女鬼就脑袋溜弯 以这种方式欢迎光临 玩毒的 这是真货呀 无意麻烦试着安息 驻手连帮拉神父回来 屁大点事 怕成这样 赶紧把他办了 驱魔一事即可开始 驻手亲吻十字架 请求保护 不了嘴巴被黏上 怎么拽都拽不下来 就跟到北方用舌头舔蓝杆似的 原来是女鬼作祟 呦呵 小鼻仔子 死到临头 还不束手就擒 神父念叨咒语 女鬼则在一旁爆粗 这口出的不行 只好丢出张一达 送到他嘴里 这下松散老实多了 不要打炸 于是照常进行 然而女鬼听了咒语 啥事没有 甚至还得吐石头吵谎 神父一看 这么多内衡 乱口气 他可就没输过 当其和女鬼展开激烈比拼 看来算是遇到对手了 必须进行 扔枪实战才行 够了够了 这样去磨成何体统 处处忍无可忍 赶紧让神父下来 这种活 应该让年轻人干才行 女鬼一听 直接口吐昏芳 助手也不甘吃住 同样又芬芳缓击 神父看着他俩起劲 果断融入其中 误伤助手 你别笑得太早 助手还能昏芳 说你的女鬼 没芬芳 你不得劲儿什么 就这样 你芬芳 我芬芳 直到全部榨干 才罢休 好不容易收拾干净 神父 你头上还有菜丝 一度 留着回家当夜宵 接着两人继续摸一事 女鬼很嚣张 表示自己所向无敌 什么法术都对他无效 既然如此 那就物理驯魔吧 女鬼升天后 豪宅变成鬼屋 小老迪带着行李搬出来 浑然不知屋子里 有不干净的东西 这只黑猫 有像神奇般理 打造物 使用国际友好手撕 小老迪见了很震惊 下一秒 黑猫直接扑过去 始终疯狂乱抓 为什么他会如此疯狂 这个理由 小老迪兴致肆致肚明 不就是懒得去厕所 既用了一下猫杀盘吧 黑猫怒火中烧 你上大号就算了 你屎都不插一下 现在老子急了 该上哪儿去了 黑猫拿起啤酒瓶 当做武器 今天非得教训小老迪才行 猫与人的力气 那肯定是不能迷 小老迪反手去把黑猫摁倒在地 现在求招还来得及 别真把自个儿当皇帝 黑猫朝着当部攻击 成功逃脱 再甩出猫杀 干扰小老迪 趁他柔眼的见细 黑猫扛着木杆 重重地砸过去 会输给一只猫咪 另一边 小黑则遭受烟草怪物攻击 谁让他这个老烟鸣 满脑子自有滑子 所以烟草就拿被子 把小黑卷成条形状 利用电机点燃他的头发 再狠狠缩上一口 人肉香烟 非常巴死 所以说 心烟有害健康啊 鬼屋里的怪事越来越多 像是女孩嘴巴 被塞进透明物体 截止就和隐形人干了个爽 再来就是大黑 发现床下曾有小丑 瞬间把他捆绑拖进去 结果既是小丑遭殃 同样也干了个爽 第二天大火 就聚在一起商量 是不是该离开这座鬼屋 论着房门窗户全部紧锁 现在想要逃跑 已为师一晚 只好想办法消灭鬼魂 于是小老迪就拿着铁锹 去地下室跑骨灰 多損呢 干这种吃多死 这不把适者气着了 再次一句 有灵魂的骷髅 他的嘴感小老迪 你越死慌脏 骷髅越兴奋 在拐角处 找到了黑妹求助 我的大妹子 别他妈嗷嗷叫了 你看看他 不就是一句骷髅吗 射不垃圾的 让黑妹来摆平的 直接把他脑袋搬家 开始调戏的 来来来 还给你 还没给呢 黑妹一脚把人家踹倒 骨头全部散架 这么做好像不太尊重的 就冲锁一下骷髅 接着小老迪来到厨房 发现小黑 被大反派抓住 变得神志不心 吃滑巴巴 这脑子里是装了啥呀 你要好奇 咱们是打开来看看 说吧 便掀开小黑的脑壶 大反派逃到地下室 小老迪喊来两姐妹 一起追击 边跑还边脱衣 只见对方侧身翻过铁马 小老迪弹射起步 拉着绳索 给大反派一起飞踢 三人走到画面中心 拗好造型 这猫眼三姐妹 咋还会策斗呢 小老迪率先发起进攻 一个零波微步 动作时代太马 你是在太空漫步吗 大反派抄袭摸摸棒 一棍将他干倒 接着换黑妹登场 一起连环提醒弓 啊打啊打啊打 你是在刮杀吧 鞋子都踹废了 也没伤及一根毫毛 最终小老迪使出旋转跳跃 凭脚知道龙卷风 把周围的一切全部毁灭 所以说奶牛做错了什么 然后大反派脑斯瓦 释放蓝光瞬间爆炸 小老迪带领众人逃出生天 齐学惊悚电影精神尖叫二 一部恶告恐怖片的影片 关于小老迪 还和鬼魂有着怎样的故事 让我们接下来 视默以待吧 恐怖片笑着看